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抵达法国展开访问 并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舍利宫举行会谈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联邦当局星期四表示一个堪称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健保欺诈案 今日被破获 司法部长塞珊斯指出这期欺诈案的总金额高达13亿美元 全美20周的412名医生 护士 药剂师等医疗工作者涉案 其中56人为医生 有120人涉及滥开和散播鸦片类毒品 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健保欺诈执法行动 司法部表示 400余名嫌犯被控以服务军人和其家属的名义 向州医疗补助和联邦医疗保险及其他保险计划谎报医疗开支 一些涉案者被控开出不必要的成瘾性药物 或是完全没有将药物给予病人 调查人员发现 一些鸦片成瘾者聚集在诊所里 等着他们的医生给他们开出止痛片 而一些医生开出的鸦片类处方药比一个医院的还要多 FBI代理局长表示 共有29个FBI当机分部和300名执法人员参与了行动 他指出 整个国家都在面临危机 曾经被信任的医生和药剂师成为了欺诈案的主谋 虽然总统特朗普提出巴黎协定的态度坚决 但美国国内力挺减排和气候协定的阵营仍然壮大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 历来先锋的加州州长布朗和前纽约市长彭博社创始人彭博 近日发起名为美国的承诺的倡议 通过这项倡议 布朗和彭博希望展现的是 美国社会在气候问题上依然具有领导力 在联邦层面支持有限的情况下 自下而上的行动也能显著减少全美温室气体排放 自从白宫宣布有意退出巴黎协定以来 美国州政府 城市 企业和高校 已通过多种形式重申对巴黎协定的支持 数量空前 在此基础上 美国的承诺协议首次将上述支持者 与其他非党派人士的承诺聚集在一起 纳入一份有关美国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活动的报告中 同时 倡议也将提供行动路线图 并透明地向国际社会展示上述力量 如何帮助美国继续履行在巴黎协定中的承诺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阳能动力观测站近日公布 科学家近来发现太阳表面出现一个黑点 经过观测后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太阳黑子 它有7万5千里宽 是地球直径的11倍 也是迄今为止出现的最大的太阳黑子 它的体积几乎与木星一样大 在佩戴眼睛保护措施后 可以从地球上通过肉眼观察到 科学家们担心快速增长的太阳黑子导致太阳活动加剧 进而给地球带来巨大的放射性干扰 影响地球的通信卫星 由于载人飞行任务的轨道相对较低 宇航员暂时不会受到威胁 太空气象发表声明指出 目前为止太阳黑子并没有产生任何强大的太阳药斑 但如果它的突破性增长破坏了它的磁场 情况则有所改变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一个小组近日一致建议核准 一种治疗白血病的基因疗法 该疗法借着改变病人本身细胞的基因 把它们变成能够大力加强免疫机能并遏制癌细胞的活药物 它开启了药物学研究的新纪元 如果食药局接受建议 这将是第一种获准上市的基因疗法 这一疗法通过基因工程 为一种白血球细胞赋予杀害癌细胞的能力 用点滴注射回病人体内耗 以后一个细胞能够摧毁多达10万个癌细胞 对几十个患者的研究显示 一剂经过处理的活药物就可以带来长期缓解 甚至完全治愈 接受这种治疗的患者要被追踪15年来检查疗效 专家预测这种个人疗法的费用可能超过30万元 同时专家小组也对其可能致命的副作用表示关切 加拿大方面 加拿大央行近日宣布加息的同时 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 指本国打工者的工资增长应会加快 央行称劳工市场低迷被消化和国际油价机的影响消散 有助于工资增长 但是工资水平仍将处于历史较低位 研究报告称自从商品价格下跌以来 加拿大人的工资一直不见明显增长 相比之下 美国的工资自2015年初以来增长较为强劲 在发布这份报告的同一时间 央行宣布7年来的首次加息 央行在其货币政策报告中说 就业增长强劲 各种措施显示工资有适度增长 央行官员在研究报告中写道 影响加拿大人工资的最重要因素是劳工市场的低迷不振 生产力增长疲软也对加美两国的工人工资构成压力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我是孟茹 不要走开 继续为您带来凤典微博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